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讲述了1993年发生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之战的始末 当时美军一支由游骑兵部队和三角洲部队组成的150人行动组 深入反共军阀占领区进行抓捕任务 不料却遭到当地军队的偷袭并被大量当地武装围困 最终预计一小时的抓捕任务 演变成一场持续15小时的困兽之斗 战况出人意料 这是美国自越南战争以来持续时间最长 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地面战争 美军阵亡19人 73人受伤 两架黑鹰直升机被击落 索马里民兵拖着一名美军尸体游街的画面 刺激了全世界的神经 电影因为大量细致地还原世界始末 而被认为是可以代替纪录片的佳作 而电影中表现的黑鹰直升机 RPG AK-47 低空锁将等种种细节 也至今被军迷们津津乐道 大家好 欢迎来到军武大本营 张老师 刚才这个小片里 其实都是一个电影特别经典 叫《黑鹰坠落》的片段 我不知道您看过这电影 看过 看过 看过的是吧 印象应该也蛮深的吧 看过 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我看电影呢 都是在之前先研究过大量的这个事件 就《黑鹰坠落》嘛 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1993年 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电影是根据这个真实事件去拍摄的 那么当时呢 这个苏玛里形势非常混乱 军阀混战 美国呢和这个联合国人道救援组织啊 就运了好多大米啊 白面啊 药品啊 一靠码头 就让这帮土匪给抢走了 一扫而光 美国说这还得了 我们是给难民的 让你们这帮土匪囤积进去抢走了 美国说不行 我要开始搞一个恢复希望行动 美国就一开始 一开始很厉害 就是这个要在摩加迪沙岸那儿登陆 海星陆战队 登陆以后呢 结果刚上滩头的时候 哎呀 全是闪光灯 差点 差点就开枪了 最后一看全是记者 记者隐蔽的那个 等着他们登陆了 那个海滩呢 但是这帮家伙是怎么知道我们要登陆的 这帮家是怎么差点把他们都扫死了 海星陆战队 就是当时讲的还是很厉害的 最后呢 就说真正要去营救他们人员的时候 碰到了一帮毛贼 一帮军发阿里德反正护装碰到一帮这人 整个的故事呢 是围绕他们营救过程当中 然后合着帮这个当地的土匪 一帮军发 怎么恶斗展开的这种故事 背景就这样 欣雷 因为你也曾经是一个特种兵 你在看到你的同行被一帮小毛贼 被虐成这样的时候 你的心情怎么样 我其实挺不舒服的 因为虽然说现在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很多时候非常都已经非常有经验了 武器器材上面装备上面战术上面 但是这些经验都是这些老前辈们用血 用鲜血换来的 生命换来的 对 所以你们当时做特种兵的时候 你们也会研究这些案例是吗 其实不是的 我在当兵的时候 作为GCP特种散兵突击队 经常会有一些电视剧组 或者是一些演员学校 提升学校 到我们部队里面去和我们一起去练 来学习我们的作战经验 然后他才会拍一些历史上面的一些题材 说回这些电影 或者说这个真实的黑音坠落这个事件吧 到底为什么就失败了 这么牛的美国军队 怎么就败给了一堆老弱富庶 不说吧 就是普通的这个民众 这是大家都想不通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到底问题出在哪 主要的问题呢 就是美国它是一堂堂之战 来对抗一帮小毛贼 就是他没有对这些个毛贼啊 这个他们的游击战术 他们的风土人情 他们的组织指挥 他们的情报 全然无知 因为这帮的人 一不遮体 一山蓝蕾 这个这个貌不惊人 一个个都这样 这个有什么战斗力 也没什么武器 全是单兵便携的一些武器 根本没放眼里边 所以美国它是这么一种想法 美国要总结经验的话 就是说 永远不要一堂堂之阵去做这 最近特朗普找了三个人 三个退役的高级将领 担任他的这个内阁主要成员 一个是国务卿 打算找着彼得雷乌斯 再一个国务部长是马蒂斯 就是马蒂斯和彼得雷乌斯 他们都分别担任过中央总部司令 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功绩 就是说 不要再用堂堂之阵 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去打那种运动战 他研究毛泽东就是思想 研究中国的游击战 写了反恐怖手册 那士兵们到现在都在用那反恐怖手册 你比方说在阿富汗 他改了一个办法 找了一些这个美国的女兵 就像黄黄这样漂亮的女兵 然后戴着个头盔 进去敲门 老乡在家吗 老乡在家 你好 我是美国女兵 这个琳达 我是琳达 你们家是什么 给孩子拿点糖果 这人套进口 就建立我们所谓的军民关系 听起来不是很耳熟吗 对对对 攻心战术 跟老乡坐一块一大将军 上将坐旁边 坐下坐下喝茶 你不能说 你这个东西脏也没消毒 让我喝茶 不行 坐下就得喝 打成一片 这将军给我们打成一片方 我告诉你 那有个小猫贼 这家是ISIS的 你注意点 马上情报就来了 就美国残洗的这一套 现在就改进的这一套 这都是通过黑鹰坠落以后 美国组织的经验教训 在黑鹰坠落的时候 美国根本看不起当地人 这都是打这呢 连他们的语言都不学的 还研究什么游击战的战争 没有 所以张老师这个高 攻城先攻心 对吧 那换到你们特种部队呢 如果现在让你去执行这个任务 你们一般会采取什么战术 应该不会再像这样了吧 在现在执行抓捕VIP 或者是迎接VIP的时候 就是说地面部队没有介入 我们不会采用垂降的这种方式 我们大部分采用的方式是激降 把直升机落到地面上 而不是用绳子把人放下去 这是很危险的 因为你要需要长时间在上面悬停 你锁降的时候必须是悬停 对锁降的时候必须是悬停 锁降离地面也很低 当我画一个图吧 大概是用小黑板来演示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条街区 看到的每个方块呢 都是一个建筑物的话 那么中间是这些街区的街道 我一架直升飞机 如果悬停在这个楼子上空的时候 平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平面 悬停在这个楼子上空的时候呢 所有的楼房有武器都可以打到我 你就是成为了法子 这样打 这样打 都可以打到我 那么我为了保证自己安全 我可以把直升飞机实际上 在地面部队真的是没有办法介入的时候 我可以把直升机停到这个楼子上面 停到这个楼子上面之后 只有可能附近的楼房可以打到我 而且角度也不一定是非常好的角度 最重要是打到我之后 我的直升机是停在楼顶上的 它不会坠毁 里面的人是没有事的 直升机可以炸 只有说是所有的楼房 在这整个街区上面 所有的楼房在街道里面 楼房的其他的角落 都有我们的地面部队介入之后 我们才会采用直升机高高悬在空中 然后直接投特种兵下去 然后把人抓住了挂在绳子上 直升飞机拉着一串人像蚂蚱 像葡萄挂蚂蚱一样把他们带走 速度相当快 它当时就是采用的锁降 地面没有控制 地面进去的汉马车又迷路 所以说这就比较麻烦 使用坦克装甲车会好一些 一些像毛贼拿的X-47什么的 都可以防御 就汉马车也是可以防轻武器的 我上过美军的 海陆陆战队的那个汉马车 这个像X-47这个子弹也能够防 所以张老师 聊到这个电影里边体现出来的很多细节 我们可以总结的 可以去聊的真的是很多 可能我们节目也没办法去 特别详细地一个一个拿出来说了 我们可以让大家关注 我们军武大本营的公众微信号 然后在上面的话 我们星雷还有赵老师 还会给大家去 继续就去分析这个电影里边 很多好玩的细节 有意思的知识点 那今天呢 我们现场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自从星雷来了之后呢 我们军武就多了一个拓展训练的项目 那就是刚才他讲到的 这个直升机的机架 对 机架 他其实呢 一个小队在上飞机下飞机 包括围绕着飞机执行任务的时候 是有非常多的讲究的 是需要非常非常强的团队配合 那星雷呢 也是给我们军武小队做了一个培训 大家现在呢 稍微有点专业了 您可以来看看 吴星雷按照自己曾经受过的专业训练 对军武小队成员进行了 针对直升机机将战术动作的专门培训 从队长缓缓如何指挥直升机着陆 到小队登机和下机的整套基础战术动作 小伙伴们练习的也是格外认真 而同时在录影棚里 编导正在几罗密鼓地制作 一比一大小的黑鹰直升机坐舱部分模型 让军武小队的战术动作表演更加现实逼真 军武小队登机 我是直升机飞行员 现在我离军武小队的地点还有200米 现在星雷是在表演的是飞机的这个指挥员 他这个飞机过来接我们的小队 我离军武小队还有80米 我看到了军武小队 我看到了军武小队但是我还不敢确定 好我现在可以确定是军武小队 他在召唤我 他用一个橘黄色的扑角旗召唤我 他告诉我向右走再向左一点 再向左一点 好向右一点 他在告诉我可以再往前 我现在离他距离40米高度50 我再开始下降25 下降5米 5米起落架着陆 OK我检查一下我的所有的仪表盘 副驾驶打开机舱门 副驾驶做出一个手势 你们可以进击了 这个时候队长黄焕告诉所有的队员 他们可以登机 机械师准备好梯子 机枪手抬起机枪 已经有队员进入飞机 我的机械师看到了队长黄焕 队长黄焕已经进入飞机 队长黄焕再跟你确定一下 是不是所有的队员都登机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起飞 听啊 仗师黄焕这个当队长 这直升飞机的驾驶员都得看呆了吧 还能往前中路吗 本来好多人想开枪了这样子 周围那些小毛贼 一看缓缓在那指挥就 就不开枪了 朝自己开枪了 把自己打死了 而且我们还看见了一个熟面孔 那不是折腾吗 你们在那个小区里边演练 辛雷指挥他们 就是也是跟这个一样吧 对对对 是在练习 那个没有人围观吗 周围的大妈都看 这个有一个报道啊 就是我也跟你现在居民说一说 就是半夜12点以后 有一军迷穿着那伪装服带着钢盔 把自己那个仿真枪拿出来 就做你们战术动作 就开始做朝阳大妈立即打腰 赵老师您放心 我们虽然是军迷 但是从来不玩仿真枪 哪有爆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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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安全了 是是是 要把钢枪变成爆枕 如果大妈看见我们拿仿真枪 他肯定会去举报 可是他看到我们拿爆枕 他只会问说 这爆枕哪买的呀 我们顺房 是是是 小伙伴们 元旦快到了 我来送新年礼物了 这是我们军舞定制的 轻武器系列爆枕 刚才呢 在军舞小队的手上 它变成了武器 其实他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舞台上了 之前橘座呢 就很喜欢把它放在座位上 因为他的腰不太好 这样坐一坐就不会累 那我和黄黄呢 就喜欢抱在手上 女孩子们喜欢抱一些软软的东西 觉得很开心 聊天也会很放松 怎么样才能拿到我们的爆枕呢 你就在你的微信里边 去输入军舞大本营 然后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 再回复一个爆枕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免费的新年礼物了 一定要来哦 所以星雷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的登机了 是不是还要表演一遍 怎么下飞机是吗 我们距离目标点 还有最后300米 队长做好离机的准备了吗 好的机械师 机械师准备 起落架 5米 0米 你们可以离机了 好迅速 我们看到军舞小队有持续收队 360度的进行自我防卫 OK 军舞小队再见 下次再见 原来很好 很认真 训练有速吧 训练有速 真棒 真棒 可是看个外行看个热闹 内行才能看门道 这里边到底有什么讲究 心内给讲讲吧 首先上飞机之前 我们为什么是要面对直升飞机的 而且是用一个黄色的标志 来呼叫直升飞机 是直升飞机的驾驶员和副驾驶员 他们很容易的 就能看到这个黄色的标志 它会对直升飞机飞行员进行一个呼唤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通过不同颜色的标志 比如说直升飞机飞行员接到的命令是 军舞小队要用橘黄色的标志来呼唤他们 那么他到了现场发现有一个绿色的标志的时候 那就是不是军舞小队 对个二号 另外一座人 或者是敌人 然后呢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飞机在落到地面之后 他们不能马上登机 飞行员会用一个手势来召唤他们 如果要是说飞行员做了一个手势 而对面没有反应的话 这说明也是不对的 就跟那个地下党街头有点像 对个安耗吧 对对 天王盖地虎 对 但是 我们持有武器坐直升飞机的时候枪口一定是冲下的 刚才你们的抱枕都冲下了吗 冲上也可以 只要不对着人就可以了 不不不不不 为什么说枪口冲下是因为上面是螺旋桨和发动机 万一走火的话整个直升飞机都要追回了 而下面是铝合金的地板打穿打穿的话是没问题 所以说你们直升机底下全是眼 是吧 走火全是眼 对 还有我不知道我在训练你们的时候你们注意没有 我为什么要求你们最后的人先走 前面的人最后走 我是最后一个队伍最后一个吗 但是上飞机的时候我是先走 是这样的 直升飞机它在落地了之后呢 螺旋桨是不停的 所以说噪音还是会继续的有 然后会有很多的风沙 树叶之类的飞得到的都是 如果要是第一个先走 最后一个最后走的话 最后一个由于他负责警戒的角度是朝后的 他看不到船人已经走了 他也听不到 所以说很容易就丢一个人或者丢一些东西在那地方 最早期的卖队友 对对对 相当点数 对对对 点数 而最后一个人他到了直升飞机旁边之后 他先走了嘛 他到了直升飞机旁边之后并不着急先登机 他要在那个位置保护其他队友登机 同时对周围进行警戒 然后每个队友走过去都要拍一下 是他起到一个技术器 技术器 即使在夜间他不用眼睛去看 他也知道他背后有几个人 当他数了几个人拍了他的肩膀的时候 他就可以上机了 为什么拍左边拍右边不行 因为我们右手在持枪 如果拍右肩的话 拍这个很容易摔倒 而且我在持枪 比如说我突然间看到敌人 我刚想瞄准的时候 你爸拍了一下我右肩 我整个就打歪了 或者是根本就看不到 而且那次特训你特别注意的是 你要从里面走 不要不能从外面走 不从里面走 从外面走的话 你每走过一个队友 就会牵过他的枪口 很麻烦 一个是会影响他 第二会危及你个人的安全 但是我们接受过这次的训练之后 我发现当特种评太简单了 我觉得 太简单了 人可以只回飞机了 我们折探明天去飞周执行 让我完全没有问题 都想太一点 我刚才教的你们 就是场下我教的你们是基础 其实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三个考题 你们既然已经练了基础了 而且你们都这么聪明 待会给你们出题的时候 肯定你们应该是能 没事 哇 张老师 折腾他们又要接受考验 不是挨打的 不是挨打的 这个是不定啊 折腾 每次有挨打的环节 如果不是你的话 网友都会很思念你 没有 这期 你来是有原因的 导演跟我说 这期不挨打 不吃虫子 不做文奥的 肯定不挨打的 是跟上飞机下飞机有关的 只不过给你们出一些特殊的情况 那我们就赶紧来看第一道题吧 一天军武小队已经登上直升机 即将起飞时 突然折腾发现自己的背包落在了地面上 这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办 哎呀 张老师 又是折腾拖后腿 又把包给丢地上了 这包的鸡要不厌 对啊 还回来取吗 行的 要不直接走了也行 先看他怎么反应吧 那现在怎么办 你的时间很紧迫 折腾你怎么办 哎呦 包落下了怎么办呢 怎么搞的 哎呦 又是你 哎呦 又是你 又是你 我们去 我们去 我要起飞了 我要起飞了 你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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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拿 你快点 去拿 你快点 去拿 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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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景色气的 哎 离得进 对对对 赶紧 哈哈哈哈 你快点 去拿 你快点 去拿 你快点 去拿 好了 回来了 我回去之后 至少让你坐500个俯合车 哈哈哈哈 为什么 你不但自己的包丢了 不下来自己拿 你还让你的队友 一个人下来拿 他离得近的 我先这样告诉你们啊 你自己的包 自己是最知道 它是在哪个位置的 应该是由你自己去拿 你的战友 要跟你一起去 是去配合你的 一个人丢东西 要全队都下吗 不一定非要全队都下 但是最起码要下去 有一个去负责找自己东西的 那个人是你 因为是你丢的包 我丢的东西 还要再下去一个负责 跟你做配合的 万一你找不到自己的包 你要需要至少一个人 在旁边帮你周围看一下吧 是吧 还有一个人 他需要下去到机舱外边 去等你们 他在 只有他把头伸出去之后 他才能看到你们 在大概的50米啊 或者100米范围之内 到底干什么 因为直升机的飞行员 和副驾驶员 他们是不负责看窗外的东西的 一人丢包全队陪葬的感觉 那不要行不行啊 所以说 不要 包油没那么贵啊 为什么不能把它扔在哪 我们OC军队很有钱 折腾你一般情况下 真的吗 一般情况下 你如果要是上战场啊 干嘛 会带上你女朋友的照片吧 那还真不一定 我觉得就没有招的女朋友 我觉得在金融商场买的包更重要 张老师这种情况 不离不弃 包还是不能丢的 这种 不是 但是美军特种作战 每一次差不多都丢东西 所以这个设置得比较好 如果不是重要的东西的话呢 就飞机起飞 如果我是指挥员 我就飞机立即起飞 绝不会让你下去找 因为你找的过程当中 很可能有人伏击你 就把你干掉了 对 那你那个包里边 如果没什么重要的文件 这个 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队长下令 直接扔个手机弹 把包炸了 起飞了就 要么摧毁 对 摧毁 千万不要去找 因为你找的过程当中 时间是不确定的 这么多人在一块 他是失去战斗力的 任何情况下 要在两个选择当中 选择离你任务 最优先的那个任务 已经上飞机了 就立即起飞 因为我感觉 心里受的教育 是一个好战士的教育 不能丢东西 丢东西要找回来 而张老师呢 是站在一个战略的层面上 说那实在找不回来 咱把它炸了也行 千万不能留给敌人 是吧 我们这个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尤其是最近几年 尽量的避免移失 就是因为很多现在的那高科技东西 它里面是有芯片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即使是自己的生活用品 刚才我问他 他女朋友照片 如果我是一个坏人 我捡到了这个包 他里面有一些私人的照片啊 手机啊 第一个我可能打电话会危险 我说你的 你是谁是谁的亲人吧 他被绑架了 你不相信你看 这还有照片 或者是我在YouTube上 我发 我昨天刚消灭了一个 某国某国的特种兵 你看 这是我的战略品 这是他的包 这都是血泪的教训 折腾你可千万记好了 千万不要丢东西了 军武小队执行完巡逻任务 准备登机撤离时 突然在200米外 有敌人对他们进行火力压制 面对这种状况 他们怎么办 还有人吸气 别死啊 别死啊 不要怂就是干 干什么 动作人 领导先走 领导先走 不能走 不能走 就是干 带的过 快去快去 快去 领导 不能离开 去领导 没离开 回地电话 行到大劲了吗 不要 尚老师这个矛盾太激烈了 一个要逃 一个就是干 哈哈哈 你不听到 小队长 就是干 不要走 就是干 对啊 这种情况怎么办呀 都有一半的人上飞机了 底下的人是跟包一样 就直接摧毁了咱走吗 还是 那先来说来 这个呀 其实按照刚才的这种设计场景的话 基本上这个飞机已经完蛋了 谁都走不了了 嗯 因为如果是别人袭击的话 他打的肯定是直升飞机加持员啊 哈哈哈 啊 是吧 目标更大 所以说不要过分的慌乱 然后 你刚才看已经 呃 大部分人都已经上飞机了 队长就直接 不管他三七二十一 把他拉上飞机 嗯 直升飞机他停在地上的时候 即使他有机载武器 他也发挥不了任何的作用 啊 所以说他一旦升起来之后 他他上面有至少两挺机枪 他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对你们进行火力上的掩护啊 等等各个方面 要么就上 要么就下 对要么就上 要么就下 要么全上 要么全下 是的 那如果敌人太多了呢下面 也要全下吗 能不能从 比如说我们起飞了 然后往下扔一个炸弹 直升飞机如果是搭载了十几个人 加上全副武装 爬升飞 非常的慢 我建议如果是在全副武装的情况下 而且就是敌人非常多的时候 下机 不要忧郁 然后直升飞机抓紧前升空 直升飞机能发扬火力 下面的人 也可以打 也可以打 这样的话可以 还可以撑更长的时间 所以我下来 机会更多 也就是说让直升飞机在上面输出 是吧 对 那么一直升飞机被RPG打了 那咱都回不去了呀 那没关系 还有其他直升飞机会过来接 最起码地面上的特种队员 他们是保存下来的 或者直升飞机看到特种队员 马上就要被歼灭的时候 直升飞机可以跑回去再去叫更多人 他们是保存下来 总而言之会几率更大一点 这个听下来就是随时都是一个博弈 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 在军武小队的攻势下 恐怖分子放下武器投降 军武小队要抓捕他 并搭乘直升机返回 他们应该怎么做 张老师刚才这个小片 是来源于星雷的很多真实的经历 对 就是我们在进行了一些武装冲突之后 我们已经制服了一个坏人 比如说就是现在的星雷 然后我们的战士就要上前去对他进行抓捕 要把他捆起来带走 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是直接上去就拖着就走了 这还是有很多讲究的是吧 这个比较麻烦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还原一下这个情况 假设我们舞台没有那么大 但实际上应该相互之间相隔有25米左右 是吧星雷 对 不能靠近这个坏人太近了 那他已经被制服了 站在这里 怎么让他举起手来 怎么把他捆走 折腾你先来 首先我要说的是 我们两个人语言不通 语言不通是吧 对 我我是一个坏人 我是不跟你说同一种语言的 哈哈哈 继续说来 凯克死一个陈你死 哈哈哈 你在说什么 哈哈哈 哈哈哈 还挺聪明的 哈哈哈 哈哈哈 继续说来 手啊 你好 手 放在头上啊 对 展开 展开对 帮到后面 你是要教我跳舞吗 对 哈哈哈 转身 转 转 你跟我跟我转转转转转 对对对 转一圈 一圈 一圈 白卡 哎呀 这怎么 啥 啊 哪来枪 哈哈哈 那我怎么办 开枪 哪来的枪 哈哈 到底要谁开枪 真的真的把你牺牲掉了 哈哈哈 你藏了把枪 你一定不要过来 一定不要靠近我 我们就开枪也来 我旁边有人呢 我我没有枪 你也死了呀 哈哈哈 我拿一命换一命 这也值啊 是吧 一定不能靠近我 尤其是尤其作为一个士兵来说 如果是单位里面损失你一个人 可能整个小组的行动都要改变了 我是一个坏蛋 我可能是孤狼 我无所谓的 所以原则一句不能靠近 你什么的你都别过去 对你别过来 千万不要过来 那应该怎么处理 第二个题第二题轮到谁了 第二个应该是原演来挑战了 那原演一定要吸取一下折腾的 这个失误的经验了 别靠近 你试试你呢 别靠近 我得先只要看他安全不安全 嗯 说 说 放头上放头上 伸开 不要摸头 不要摸头 转转转我看 转转转 再转 转回来 转回来 得转回来 转回来那个 衣服 衣服 我看你有 三千道的鸡 哈哈 那我也 已经晚了 已经晚了 你看到我的手放在哪儿没有 手摸脖子吗 哎 哎 这就有玄机了 我可以 我可以在 在我的领子后边 或者是在我的袖口 袖口里面 或者在我口袋里面等等 放一些 爆炸物 点火装置 啊 起爆器 为什么说手一定要伸开五指 五指伸开 是防止 因为有很多是长袖的衣服嘛 如果 如果他是手这样的话 他可以 把那个 点火装置放到这个位置 如果要是说 而后来 又有人会戴一些帽子啊 或者是 带围巾啊 他会把点火装置放到那个领子后边 或者是帽子上面 包括你把两只手放到帽子上面 都应该是 你看我 我有线 一直可以连到下面去 都是非常危险的 手往哪放了 手往哪放 就是这个姿势 就是这个姿势 没有其他姿势可以 可以可以 所以刚才 我们只看到了 他这里别着一个东西你想去检查 实际他在家呈了 却没有注意到 他的手已经伸到了背后 对对对对对 可以去按响一个按钮 对对对对 他把手要 必须要完全张开 对对对对对 你们这些男人真的是 可做不知病啊 张老师 您还是看好缓缓吧 好啊 机智的俄罗斯姑娘 看看能不能 把这个绑匪给逮到 我先说一下啊 我可以是一个嫌疑犯 对于一个嫌疑犯来说 我身上哪怕带一个钱包 一盒烟 一部对讲机 你都需要让我把它给放下来 然后你会把这些东西拿走 去做研究 因此你要想办法 把我手里面的东西 我口袋里面的东西 全部拿走 那现在我身上 只有这一个对讲机 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我把它交给你 我是坏蛋 你是好人 我投降了 但是我手里面拿着一个东西 好帅的坏活人啊 好帅 好帅 只有泡沛演一条路了 武器 武器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 武器放在地上 好我放在地上 还会懂中文啊 好聪明啊 还挺乖 我很乖的 乖的 好 好 再来 再再踢过来 你想我自己过来拿啊 你再低点 低点 哦 黄黄被直输了 想到了 对啊 我不能自己过来拿啊 你可以自己过来拿啊 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 你可以自己过来拿 不要让他踢过来 看看你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拿到 而且不受他的威胁 你把武器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 使劲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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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小了 再使劲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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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抓到你了 那怎么回事呢 那我应该怎么办呀 张老师您给缓缓出个主意呢 您会出什么 怎么样才能拿到这个东西 怎么才能拿到这个 让他后退 你不能进去 你不能前进 后退 后退 哎张老师说对了 让他后退 啊 对 外国人 你把这个放在地面 放在地面 放在地面 退过来 退过去 走走走走 再远一点 从我的眼睛里面 小时 哈哈哈哈 他选择跑呀 对 这是对了 这是对了 张老师说是对的 你眼睛要是 这个事情呢 就是如果你们三个人 要抓捕他的时候 首先一个 你们三个人不能在一起 要采取一个分散对线 比方说 太集中了 比方说 缓缓 缓缓正面对着嫌犯 我觉得你们两个 要疏散到他的侧方 或者后方 这样呢 就是他的视线 和缓缓面对面的时候呢 那么他集中精力 听他的命令 你们在后边的人 就可以把他支付了 因为他看不到后方的事情 所以张老师 我们今天也是从这个电影呢 讲到了 错综复杂的执行任务的时候 特种部队需要去解决的 很多具体的情况 我们也讲到了黑鹰直升机 不过我还有一个更感兴趣的东西 那就是RPG 把黑鹰打下来的那个东西 这也是大家都 最感兴趣的 就是他们身上的这东西 怎么就那么神奇 不过刚好我们军武村面 过去也做过一期 稍稍讲了一些里边的原理 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那个片段 然后再接着聊 不保兽德军筒子坑害的毛熊 在铁拳的基础上 研制出了RPG2火箭筒 60年代又在RPG2的基础上 改进发展出了大名定点的RPG7火箭筒 现世富如皆知的RPG 基本就是指它了 RPG7扛在街上 活多多就像一个扛阵冷兵器的古代勇士 那画面太美 美军不敢看啊 RPG7的火箭增程破甲弹 包括空心装药战斗部 压电引信 火箭发动机 和尾翼组件等 发射后在尾翼的稳定作用下 伴随着凄厉的呼啸声 滑出一道优美的白色线条 其终点 必然是各种爆炸 如果是在好莱坞大片里 一定会有美国士兵惊恐的呼喊 中东战士们坐在家里 吃着烤串唱着歌 打打坦克注度性 起不快哉 RPG7以起低廉的价格 皮糟落后的质量 简单应用的属性 一直火焰在世界各大战场上 然而随着复合装甲 和反应装甲的大规模运用 RPG7在对付 现代主战坦克时 愈发力不同心 在城市巷战中 可以弓顶打测暴虚化 在开过底正面相逢时 就无可奈何了 不过偶尔不误正义 对付像车辆直击这样的目标 还是够用的 张老师 张老师 我们现在一看到这些冲突地方 当地的武装 好像RPG已经是标配了 可以说是神器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样的武器呢 这个武器 他们造谣说是从中国卖的 我们中国怎么能卖给他们呢 对不对 它一定是山寨的中国的 对吧 山寨的 最近还传出来说什么也没那块有中国的导弹 能够反舰导弹 不是我们的 是他们山寨的 就像你们那个RK AK-47 到处都是AK-47 你能说所有AK-47都是俄罗斯出口的吗 不会吧 都是当地山寨的 通过黑市 多少钱一支 多少钱一支 但是RPG呢 确实反装甲 反坦克 我今天主推留在 这个还是比较厉害的 嗯 新来你参军这么多年打过吗 打过 没有 被打过 我先打的是那个69-40 就是那个40火箭弹 先在国内打的 完了之后 去非洲执行任务的时候 也打过RPG 嗯 什么样子 什么感觉 近距离的看到他 打出来 对于射手来说还好 不是特别的响 但是对于那个他副射手 在旁边那个人 相当的响 而且很臭 那个味道不太 臭 还有后作力吗 没有没有后作力 火箭弹 它是火箭推动 对 它是无作力的火箭 反坦克火箭筒 就是这个武器 中国军迷都很熟悉啊 一个是这个 咱们国家有司令火啊 长得一模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各种电影里面 平凡的出现 但我这个黑鹰坠落里面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神话了 因为它打那个 像一个打到一个直升机尾翼 那很容易吗 像我们看到黑鹰折翼这部电影里面 他们所使用的RPG 打的那些直升飞机的高度和距离 都是不是很多 所以说呢 应该是还可以打得非常精确 即使是概率瞄准也行 尤其是RPG或者是司令火箭 但有一个特点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迎风天 迎风天是什么意思 我有一个只做的模型 说不是很直观 然后他因为 就这么大是吗 对 这是也是一比一的 那张老师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就是 关于这部电影的很多细节啊 知识啊什么的 那您再总结一下 这个电影表现的这个事实 它对于我们今天 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或者说我们还有什么 可以从中去总结和了解的呢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 这个结合这个1993年的美国搞了一个恢复希望行动 恢复希望行动它的本意呢 是想去帮助苏玛里老百姓去分发国际上援助来的人道主义救援的物资 结果最后呢 陷入其中 让军阀把他们人抓住了 这个最后导致一场失败 最后把他们人最后拿脚锁拖着 就像越南战争似的 游街失众 最后没有办法老百姓上街游行 这个事就等于美国就撤了 以后你看到现在他都不管苏玛里事 乱成那样 这就说呢美国以后呢这些事呢 他就感觉不要轻易干涉别的国家的事情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咱们今天呢就是做了心理训练 大家做了很多的这个战术动作 我感觉这个挺好 大家平常离战争很远嘛 这个通过一些这样的一种实际的案例 可以隐身一些这样的实际的战术动作 这个大家平常可以保证自己安全呀 然后应对紧急事件呀 这些方面增加一些军事知识嘛 挺好 可以动起来 而且通过这样的训练 其实团队之间的合作 对对对 大家之间的这种配合 都会有很大的进步 对另外还可以要增加一些 别的方面的知识 像这个 现在我们都知道 核武器弹道导弹是国际上限制的 但是大家不知道 有些个战术武器也是限制的 像RPG这就是限制 像防空导弹这就限制 这防空导弹这么小 你限制它干什么 这两个武器都是非常危险的 尤其是对民航飞机 在你低空降落或者低空起飞的时候 威胁很大 特别特别危险 国际上是对这种武器进行禁止的 是 所以我们了解了很多 比如关于RPG的知识原理之后 就才能明白 为什么它是受限制的 对 因为它真的很危险 对 像环环穿着这种衣服 弹壳打出来是好 就收个联系 对 如果是机枪的话 那弹壳一个一个一个衣服 这就满了 滚烫的 滚烫的 都会粘到 会粘到肉上面 滚烫的 有点烫的 咱把这个枕头玩旧一点 然后它卖不出去了 就请他给我 看的是什么相机 戴眼镜 戴眼镜 好奇怪啊 其实咱们一度不行 我来进村了 眼镜看眼镜 都放上眼镜去 他上包里头有老婆的 懂了 不是 你还得戴着打气筒 打气筒 她的老婆是充气的 我今天回家 就训练一下家人 就熟悉了 旋转飘越 转 转 有小小小小小小 这样行吗 夕阳无相好 直视近黄昏 黄昏也是好时光啊 黄昏也有金色呀 我退休之后 参与之责了军武大美营 和我们腾讯视频一块办的啊 希望明年我们越办越好 腾讯视频不复好时光